各位朋友晚安 今天早上哈格比台風圈 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的海面 受到外围环流接近的影响 今天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有明显的降雨 透过台风陆镜图 带大家来看 其实哈格比台风不仅变强变胖 现在已经从深度台风 变成了中度台风 积极暴风圈半径 从80公里成长到了100公里 也出现了十级暴风圈半径40公里 那么根据气象局下 五点半发布的最新讯息 现在哈格比台风的中心位置 来到基隆北北东方 大约是160公里的海面上 现在是以每个小时21公里的速度 向北北西来进行 近中心最大的风速 每秒来到了33公里 也相当于十二级风 替北台湾带来了强降雨 我们要透过定量降雨图 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哈格比台风带来非常剧烈的降雨 在双北都有地区出现了 雨量90毫米 甚至在桃园的大圆侧站 截至到下午五点半 日累计雨量也来到了255毫米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今天的深夜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北台湾降雨会持续 一直到明天都还是要严防好雨 而且要看到 来到明天下午的时候 这降雨是遍布全台 请大家要多加留意 一整个礼拜的天气 透过一周天气图 带您来看到 明天虽然说还在低压带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 从礼拜三开始 一直要下个礼拜天 就会逐渐地减弱 恢复成 夏季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但是这个夏天的天气变化 还是比较大 请大家要多加留意 来看一下明天的各地天气 台北27到33度 降雨距离90% 台中26到34度 降雨距离50% 台南26到32度 降雨距离80% 花岭26到33度 降雨距离60% 离岛马祖27到32度 降雨距离30% 好 提醒大家 台风天外出 要自己的注意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常的一体零件